尼克帮 我介绍一些我现在正在用的一些护唇膏啊护手霜啊身体乳啊在冬天的这个季节居家必备的产品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那样有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往下看吧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弹幕硬币收藏还有分享我现在正在用的护唇膏呢是这个叫做伯特小蜜蜂的这个护唇膏我相信大家对它也不陌生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护唇膏的时候呢是我一个一年四季时时刻刻 兜里都要踹着护唇膏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他有用过很多的护唇产品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用而且价格比较实惠那我自己用下来的感觉呢虽然它的味道我不是很喜欢它的那个蜂蜜味很浓浓得像烧焦了的蜂蜜的感觉但是它非常的适合用来作为口红的打底在你的嘴巴上完全不会有那种粘力感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经常化妆之前忘记涂护唇膏的话呢你在涂口红之前马上先把这个涂上也不会影响你后续口红的那个质感 而且我觉得它在涂口红之前先薄擦一层在嘴巴上面呢也没有那么容易显唇纹平时也会把它跟我的口红一起放到我的包包里面在外面补妆的时候呢我也会先用它一下它的滋润度来说呢我觉得不属于那种非常滋润的护唇膏所以如果你在冬天是那种嘴皮大爆皮的话呢应该不是很适合但是像我这种普通干燥的嘴唇呢我就觉得挺好用的第二个我正在用的护唇膏呢是我自己发现的我要给大家隆重的推荐 那就是来自于台湾的这个叫做瑞穗牧场的这么一个护唇膏我是在晚上的时候用它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就是这种挤出来的护唇膏嘛所以它涂在你的嘴巴上呢会稍微有点油润感然后是亮晶晶的那种感觉不适合用来做口红打底的 但是它在晚上睡觉之前用厚厚的拆成呢就像敷了一层唇膜一样不要看它的价格很便宜那层唇膜感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都在而且它的味道呢是有一种淡淡的椰奶香就是很舒适的一个香味在冬天这种季节里面呢护唇膏可以说是快速的消耗品用这种比较平价的护唇膏呢我觉得是比较实惠的当然如果你的经济条件是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用贵价的一些唇部精华去用我之前也是推荐过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两款护手霜 这两款护手霜呢它都是这种铝制馆的包装风格我很喜欢 一款呢叫做Yard Etc.黑色的这一款呢它的品牌是Groad Alchemist我们就简称它为GA这两款护手霜的使用感都非常的出色即使在你的手上刚刚涂开你也不会感觉到你手上有一种很难受的假滑油腻湿答答的感觉 涂完之后你就会感觉你的手是那种内滋润外干爽它在你的手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很清爽的手膜你可以感觉到你的手上是擦了护手霜的但是这层膜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不是GA的这款呢也是我朋友推荐的它的手呢就是属于手纹比较多然后天气稍微干燥一点的这些关节的地方就会很红而且经常会脱皮 它用了GA这个护手霜之后呢手上脱皮泛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后来我经买回来之后呢也有去做一些功课说是它里面的一些天然成分呢是可以有效的舒缓镇静干燥泛红的皮肤还有抗衰老的作用但是我呢天生手部的皮肤就是比较好的白白嫩嫩所以我感觉不到它这些的修复功效其实这两款护手霜呢已经是我回购的我第一次用的两款买的都是那种小size的用完之后呢两个都很喜欢没有办法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提成年人两个都买然后呢今年秋天我就买了两个大size的就滋润度来说呢YARD的这一款呢会更加的持久一点它们两个的价格都差不多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这两个护手霜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它们的香味而出名的它们的香味很特别 跟你在外面闻到的那些什么牛油果啊樱花玫瑰的护手霜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下面一个呢是个保暖内衣是爱慕家赞助的保暖内衣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对于北方同学来说重不重要但是对于我们南方这种没有暖气然后又是湿冷的冬天来说呢是很重要的爱慕的这个保暖内衣它虽然是赞助的但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有在穿在大学的时候我妈妈每一年都会给我和我妹妹买两套就是保暖内衣在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广摆百货的商场里买 但是那时候呢就没有留意是什么牌子了妈妈给就穿啊就觉得很暖和很舒服是这一次爱慕他们给我寄的这个牛奶无痕的保暖内衣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之前穿的就是爱慕然后才关注到这个品牌的它在我们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的卖是一个种中高端线的老内衣品牌了这个保暖内衣它之所以叫牛奶无痕系列呢是因为它的面料里面含有牛奶蛋白纤维它的皮肤触感呢是那种很贴服的柔软感 从大学到现在我穿爱慕家的保暖内衣也有好几年了吧我一直觉得他们家的保暖内衣做的导湿性很好你穿了觉得很保暖但又不会有闷皮肤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它很贴身不会臃肿不会破坏你穿在外面的毛衣还有大衣的形状 花了大价钱买的很有质感的毛衣还有外套如果它的形状一旦被里面的衣服破坏的话你的整个时尚感就会瞬间降低 在南方的冬天呢我一般就是穿一件保暖内衣外面再穿一件毛衣再皮一个外套打个围巾大概这样就够暖了 然后呢我买了一套丝绒的睡衣它的款式呢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偏北欧的简约风 其实我到了冬天还蛮缺睡衣的但是这一次呢是先只买了一套因为这个牌子我也是第一次穿我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它是一个叫做GU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是日本的一个快时尚品牌也是优衣库家的一个姐妹牌 但是GU的话它好像做这种居家服啊睡袍睡衣啊会更加的出名一些 这套睡衣我买了199块我穿过一次也洗了一次 第一次洗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掉色毕竟它颜色是比较深的那种 但是好像没有缩水的这种情况穿在身上呢也很舒服 我现在脚上穿的就是这条睡裤 这个东西呢是我用衣腿衣的产品 就是这个欧书丹的沐浴油 在冬天的时候我不光是脸上的皮肤干我身上的皮肤也很干 特别是腿部啊腿上起干纹 然后有那些白色的小皮屑要掉出来的感觉 而且会发痒 有时候痒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睡不着的 那这个沐浴油顾名思义它是油类嘛 所以呢你洗完之后呢你身体上的皮肤呢就没有那么干燥 至少不会发痒这一点我非常的满意 而且我最喜欢这个沐浴油的一点呢就是用它来洗澡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杏仁味香的 本来自己也很喜欢喝杏仁露 它就是一个甜杏仁的香味非常的治愈 在外面奔波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到家很疲惫 然后用它洗一个澡的话 它的香味还有它在皮肤上的触感都会让你整个精神上 还有身体上都得到一定的舒缓 它不会像普通的沐浴露那样起很多的泡泡 它的泡泡是属于那种比较少的 下面的两个呢是身体乳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冬天的时候皮身上的皮肤也是非常干的 所以身体乳我消耗的也是特别快 那今年呢我就买了两个囤着用 首先这个黑色管状的身体乳呢 就跟刚刚的这个护手霜是同一个牌子的 这个呢我是刚收到它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用了两三次还没有太大的一个使用感受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先不多评价它 当时会买它呢是因为 它们家的这些护手霜啊还有这个身体乳啊 都是含有舒缓镇定修复皮肤的一些功效在里面的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了我的腿上会有那些小皮屑吗 所以才想说想试用一下它们家的这个身体乳 那欧书丹的这个杏仁身体乳呢 就是我回购的产品了 我在夏天的时候呢是喜欢用它们的这个身体露 它的质地会更加清爽一点 这瓶呢是买给甲手的 它的皮肤呢在冬天没有我这么干 而且它是男生嘛就比较喜欢这种清爽一点的 其实它们这三个都是欧书丹家同一个系列的 可想而知我有多么的喜欢杏仁味 这个的杏仁味呢跟刚刚的这个木油不一样 这个木油呢是那种很治愈舒缓的 这个的香味呢就是那种杏仁宝宝的感觉 很有婴儿感 它不光是味道很像杏仁 它的整个质地呢都很像杏仁露 它的皮肤上可以很好的推开 而且我觉得它的滋润度是属于比较持久的那种 在欧书丹的身体乳里面比较出名的 还有另外一个乳木果系列的 我个人觉得杏仁的这个系列要比乳木果 不管是味道还是滋润的持久度上来说 都要更加的出色 一个香薰蜡烛烛 这个香薰蜡烛呢是丹麦的一个小众香薰品牌 是我自己发现的 先不说味道 大家看一下它的长相 长得就很好看 上面呢是有一个雕刻的 他们品牌名次的一个木头的盖子 打开之后呢 它的膏体呢 是薄荷绿色的 我只买了一个味道 就是第一次试嘛 不知道好不好 我的这个味道的名字叫做 我来看一下我的订单 极光星辰 是什么叫极光星辰呢 北纬66.5度的空气 星光与冰川 我呢是那种非常向往去 芬兰啊 挪威啊 北极啊 可以看北极光啊 然后天气特别特别寒冷的 这种地方 就是我旅游的终极梦想 买回来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呢 我在家里就点了 我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是很多贵价的香薰蜡烛 都未必做得到的 那就是它的扩香力 我是点了它 要把它放在我们房间的角落 那你让它静静燃烧的 整个房间 包括我们的洗手间 都是香味 北纬66.5度空气的香味呢 其实这个呢 有点夸张 因为空气的这种味道 是很难做出来的 但是它的这个味道 确实能够让你有一种 深处于挪威啊 北极啊 那种地方的感觉 我跟甲手在那边闻了半天 讨论了很久 它到底要怎样去形容 最后我们很有学识的甲手同学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形容 它感觉这个香味就像是 你在一个雪地上 雪地上有一堆松木 你坐在这个松木上面 手捧的这一根蜡烛的感觉 很抽象 希望大家可以 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去感受一下 大家点香薰蜡烛 一定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如果你是在宿舍很多人的一个宿舍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不要在宿舍点了 因为人来人往的很容易会碰到 接下来呢 我还买了一个很可爱的这个 加湿器 这个加湿器呢我就打算放在我的办公室去用的 我是特意挑一个这么小的 因为办公室有很多东西不方便放那种很大的 它的造型呢我觉得也是很可爱的 就这样放在那里呢也像一个装饰品一样 下面还会发光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体积小嘛 所以呢它不能够加湿很久 能够连续用三四个小时吧 你就要再去接一个新的 花王的一个防静电喷雾 可以喷在衣柜的那些大衣上面 我有喷过 但是因为现在广州也没有冷到会产生静电的天气 所以我暂时不知道它有没有用 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喷完之后 你的衣服上面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所以你不担心喷了它之后 会跟你的香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有用过的同学呢可以在弹幕啊或者评论里面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它有用还是没用 最后呢我买了Bredo的一套中样的香水 里面一共有好几个香味 这个香味呢我都是当时在香港的专柜的时候挑的 挑的每一个味道都是为了冬天做准备的 都是那种我觉得很适合喷在大衣里面 跟冬天的氛围很搭调的那种香味 现在还没有用过它们 不知道它们的持香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之后应该会更新一下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两个香味在我的微博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最近非常非常热的 这个无人区玫瑰的这个香味这一罐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秋冬特辑呢 还想多做两期 想要做我珍藏的秋冬口红分享 还有我喜欢的秋冬用的底妆产品 那如果你对这两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 就请在弹幕啊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 好我现在最后要试一个模仿 就是要让你们的屏幕黑屏 三二一